今天我想跟你說一個屋邨的故事 不要想著空窄才有很多朋友存在 其實真的那些朋友都停留去死了那個空間 即死那時候的空間 他們覺得那個地方是屬於他們自己 其實很多舊屋邨有很多朋友都還存在 現在說一個真人真事給你們聽 在2001年又到新崩夫戶 很開心 上了樓 上了那些正義歪形的九屋邨 但還沒說 即是那些01至12室那隻 上去看的時候其實都已經覺得陰陰沉沉 女兒入屋的時候都在笑傑傑的 都覺得無所謂 至少不用加貴醋 一般入屋的時候都已經聽了老人家說 記住要拜五角 那頂呀 拜五角的時候那些衣製在地下不停地轉 轉到上天花板 打圈不停地轉不停地轉 那時候都知道很難的 那時候半信半疑 即是很難的 多口問問鄰居 想知道一些東西 那些鄰居就說 是那些老人家走的時候 是不在家裡死的 那時候就真的相信 真的有那麼多鬼 但搬進去的時候 我的女兒就開始發燒 在那裡哭 搞得我們兩夫妻都在那裡吵架 吵架到沒有狗睡 接著又跟老人家說 女兒不停地哭 那怎麼辦 那老人家就說 你到街上收拾一些七色花 接著又說什麼七色花 接著又說 拿一些七色花 收拾不同顏色的花 就摸一下女兒的身體 那就沒事了 那好吧 那相信 就幫我女兒摸過身 那晚真的沒睡 沒哭 那晚還很好睡 但是呢 就不見了 那我們兩夫妻又再吵架 接著呢 吵到那兩夫妻 即是 我們吵到已經是 那個男人都不回家睡了 已經去到 那會變成另一個人 這樣 接著有一晚呢 我們就 去了一個 營會 喝完酒之後 兩夫妻又喝得很醉 很醉 那回到家 又再喝了 那呢 老公我睡著了 那呢 我就睡著睡著呢 就 就 蒙到廚房 有個男人站在那裡 接著我全身都動不了 我直接動不了 接著叫也叫不到 我很害怕 很害怕 那我就問他 我說 你是誰 然後呢 那個男人呢 在那裡跟我說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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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我的 為什麼 你們要搞我的生活 你們快點走 如果不是 就拿你命 跟著我就跟他說 走那個應該是你們 你們 你們已經不是屬於這個世界上 你不要再搞我一家人 你快點要投胎 不要再搞我們了 第二天 我馬上去買衣紙 晚上 晚上在家裡拜 跟他們說 我知道 你沒有家日 總之每年七月節 我都會燒東西給你們 求求你不要再搞我的家了 你離開這裡了 之後我的女兒就沒有再奇怪 就是沒有那麼多事發生了 我們兩夫妻就換回正常了 這個就是很感謝我的師姐 分享我們一個其中一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呢 就是講九龍城寨的 那由出生到九歲了 都住在九龍城寨的 阿爺阿嬤就住在東頭村 所以呢 我們常常去東頭村的公園玩 兩歲小小的時候呢 在那裡打千秋啊 就呢 撞到頭 還掉了到限渠 那呢 他們呢 找幾個都找不到的 但是我懂得在限渠爬上來的 那就開始我的人生的經歷了 那 至此之後呢 每一晚呢 我都發著同一個夢 有個男生 跟我玩 又叫我搞破壞 例如會傷害自己啊 玩阿寶啊 弄下其他小朋友啊 傷害其他小朋友啦 那我家裡呢 就當我怪獸這樣的 那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那直到搬去清衣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那時候都十二歲了 阿嬤呢 就突然間跌倒 那時候呢 就走了 阿嬤就走了 那時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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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流行呢 就是問米的 那那些家人呢 就找了師父 問為什麼阿嬤走得這麼突然啦 是不是 那之後呢 那之後再問他 是不是有心事未了啊 阿嬤就說了 那些子女都大了 最不放心的是阿爺呢 跟著呢 就逐個逐個子女聊天啦 誰知道呢 到我媽媽聊天的時候呢 就跟媽媽說了 你有個女兒快來死了啦 那時候呢 我媽呢 我們就有七兄弟姊妹的 五個是女兒 我媽媽怎麼知道哪個啊 那媽媽就跟她說了 你最不疼那個啊 那那個 那會馬上猜到是我啦 那接著呢 我媽媽就害怕了 就叫我小心點啦 那接著有一天呢 我正跟媽媽說 我上學啊 的時候啊 我突然衝出馬路 差點被車撞死我啊 接著我媽媽呢 就知道這件事啊 就找了師父 就問師父 發生什麼事 那呢 那個師父呢 就馬上叫媽媽 帶我去見他啦 那接著就去上學生 去見師父啦 那個師父一見到呢 就跟我說了 你是不是每天都有個男生跟你說話啊 其實這件事呢 我沒有跟人說過的 但是那個師父這樣問我呢 我也很害怕啊 為什麼我小時候的事 還有跌倒呢 那個師父會知道的 沒可能會知道的 那我師父又問 你晚上有沒有聽到什麼聲啊 那接著我又跟他說 即是 沒可能會知道的事 師父都說得了出來 那我師父就開探了 那我都是第一次見到鬼上身 就是那個男生了 原來那個男生呢 就是跟我同年同日生的 但是呢 他就是 在兩歲的時候呢 他就是在那一個地方 又是撼到頭 那就沒有了 就死了 那他就 那他就 一早呢 就想取我的命 不過呢 他又想等我長大一點 等 即是享受這個人生的經歷 厭世了 那就 這樣啦 那 那 那時候我都不是很相信的 但是那個師父呢 就給了一些符水 我又 也都給了一些符 我帶著 那些符水 是黑色的 然後我帶著那些符呢 都變成黑色 那一百日之後呢 一百日之後呢 就再見師父了 那師父說 那個鬼仔搞不定 他說一定要帶我走 那師父就立刻再開探作法 問他想怎樣 怎麼才肯放過我 哇 那時候我真的大開眼界 人鬼趕數啊 最終呢 就找到一隻生雞 咳咳咳 寫了個時辰八字 再燒幾個妹仔給他 我記得那個師父 只是說 暫時頂得住 不知道頂多久的 要看回那幾個妹仔 能否服侍他好 頂啊 當時 我的頭真的有烏鴉 真的有個問號在那裡 那你又不要理 之後呢 我就沒有再見到男仔 亦都沒有再跟我說話的男仔 這個就是 又是我的師姐 其中一個 跟我們分享的 真人真事啦 第三個故事呢 就是短一點點的 那就是 八十嶺 喊子 警察會 對著那個大廈 那我哥哥呢 就以前呢 就有間車房 就在鄭那裡的 那我二十歲的時候呢 就 常常都會找我哥哥 那我們就會去他那裡睡的 那呢 他的車房呢 就用那些升鐵 升起了 我們就會在那些升鐵上面睡的 那麼 那個升鐵 就沒有床的 那麼 那個升鐵呢 就是那個地下 那呢 我們 睡覺的時候呢 就真是 呃 給 那些 朋友仔了 就真是有整故了 就不定在那個升鐵 因為我們沒有床的嘛 那麼我們接觸那個升鐵 就是我們的地下 他又不停在那個升鐵上 打轉打轉 不停在那裡 吵著我們 吵著我們 搞得我們沒得分了 那麼 就 這個就是一個短一點點的 鬼故了 那第四個故事呢 那我用回 我代入我的菇姐的身份了 因為我不懂怎麼說 這些人物關係了 那麼 那我小小個 那麼 我們就住在葵坊 第五座的 那麼 那時候呢 就 就 都 整間了 就逼在一間屋裡 那麼 那我呢 就小小個 我就小小一點 那麼我就睡在上床 那麼 那麼 我爸爸媽媽呢 就睡在下達床 那麼 那 我的哥哥呢 就睡在那些尼龍廠裡 那麼 那麼 我有個姐姐 她就戴著肚子 那麼呢 她就偶爾呢 就會回來我們家裡睡的 那麼 那好吧 那時候呢 那我呢 那時候呢 我就見到 那時候呢 我就見到 那時候 她的反應呢 就很快 那樣彈起來 那麼呢 她彈起來呢 她第一時間 那隻眼就 勒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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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勒著我 好 好兇 好兇 然後媽媽再問一句 你做什麼啊 然後呢 她說 我不是啊 我剛才被鬼扎 然後呢 其實呢 原來 那一下呢 她就是 其實 我走了去關電視 看完一套 原來呢 那一下的意識呢 應該是 那隻鬼呢 就想 視义 好話我 關了電視 我那晚真的怕到睡不到 我整晚真的想著 老媽自睡 那麼 這個就是 我個姑姐 跟我分享的 真人真事了 還有一個 就是 自己新生經歷 都是 我哥哥 跟我的嫂嫂 那他們 又未上到樓了 那他們就住在 紅磡那些 劏房 也不算劏房的 就是一戶裡面有 四個單位 那她 就住第三個單位 那她第一個單位呢 就是 原來一個 獨居的 男士 在這裡住的 那 那我嫂嫂和我哥呢 就他們 就是 都早出晚歸了 那有一天 我哥哥都沒有回去 那我嫂 那我嫂 回去的時候呢 就發現 第一個 單位呢 滲血了 她一定要經過她的單位 才進到房間的嘛 她的單位滲血出來 有很多血水滲出來 那她自己都 不為意 踩了下去 開始害怕 那就 動了我哥哥說 之後 就第一時間報警 警察上來呢 就原來 發現了 她因為那些單位 都不是大 那她自己 住的單位呢 可能那間房 就是大家幻想到 都很小 可能只有床 床上面就有些 大櫃啊 就是自己 潛建 可能是自己潛建 那些 鐵架櫃那些 那樣 就 放了自己很多的物件在那裡 就 突了下來自己那裡 失去 致死 突了個頭上 那就 滲血 滲到外面 整個走廊 都是 血水 那就被我嫂嫂發現 那我嫂嫂就怕了 那 之後 那一兩天呢 就 其他單位呢 都搬走了 害怕了 大家 因為死了人了 因為她的單位就是最出 就是必經之路來的 那我嫂嫂就 馬上 就 她們開始 就找屋搬了 那但是呢 但是 大家就知道她是獨居老人 那我那時候呢 就真的很奇怪 我沒有學法的 但是 我們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覺得 是不是應該 幫她做些事呢 她自己 跟著 沒有 就是知道她沒有家人的 她真的 獨居 男士一個 那 真的很奇怪 喔 我嫂嫂跟我說完之後呢 我跟嫂嫂呢 就買了一些衣紙啊 買了一些製品啊 就聽 那些人說 怎樣去 燒些東西給她啦 其實大家 素未無妙 不懂的 但是就 那一 那一 之後 就響 即她死了之後 那兩天之後 就去了 她們的家門口 就 膽粗粗的 拿著鐵筒 就買了一些製品 就燒給她啦 那 真的很有趣啊 其實她們那些單位呢 多數都是 蜜蜂啊 蜜不透蜂啊 呃 外面那些門呢 又是 要 開著門 再拉個閘 才能進到那些 升降機來的 即 都是幾 幾舊的那些 樓來的 但是 呃 當我們燒起的時候呢 呢 又是 好像我之前的故事一樣 咯 不停地打圈咯 那些風是不知哪裡來的 即 其實 現在 再 再想回那個情境呢 其實 她是真的 應該是收緊我們的東西咯 那就 不停跟她說咯 即 呃 希望她 一直好走啦 就 呃 即是做回一點點心意 就 呃 燒了些東西給她咯 那 其實 現在想回 都幾大膽的 那時候 發又未學 自己 真是 呃 什麼都不曉 就膽粗粗 都 呃 希望幫到人 即是大家分享開 其實有時 呃 呃 未必一定 做這些事情是 會 呃 即 我都不捨得怎麼說的 即 希望 希望大家 即是 好人又好保 即是 做多這些事情 其實 有時 不懂的都可以 幫她做一些 善後事 其實 都是一個功德 是 想跟大家 再分享一個真人真事 就發生在上水的一個公共廁所 那 有一天 我的師姐 就跟一群朋友吃飯 都喝了少少酒的 那就 未至於好醉 人有三急 那 她吃飯的地方 那個洗手間 就比較髒 那她急的 就沖了一個 遠一點點的公共洗手間 那她就 很急 那她就進了其中一格 次隔 那 在次隔的同事呢 她就聽到 有人進來 那 那些聲音都不太大 總之是 有人進了 那個洗手間 那 那她就 開了門 那 就 聽到 一聲 關了一個洗手間的門 旁邊的門 真的已經很明顯 有人進去了 那她就 不管那麼多 那先顧著自己 都很急 喝了少少酒 那 然後 那當她那個洗手間 就是 不是座廁 就是蹲 蹲的那些洗手間 那當她去一下的時候 那很自然 旁邊的地上是通通的 會看到旁邊的 那她就 看到 明明看到 有一雙腳 那 不疑 再看也挺看 咦 為什麼沒有穿鞋的 就是 白雪雪的一雙腳 都不要緊 已經 辣眼的時候 害怕一害怕 再看真點的時候 自己去廁所 再看真點的時候 她雙腳離地的 她的腳板 是沒有碰到地下的 她當時嚇到 褲子都未休好 就 一開門 就叫救命 尖叫 就衝了出去 吃飯 那些朋友在那裡 那 那個個都說 喂 你是不是喝醉酒 眼化 那她很清晰地 知道自己 絕對不是喝醉酒 一來 酒量不是那麼低 二來她純粹都是 喝多了幾杯 是人有三級 未至於去到 雲朵朵 那就是她其中一個恐怖的經歷 是的 另一個故事 就是講 是的 另一個故事 就是講 屯門生虛某街市 那我就不講得那麼清楚 其實屯門都 都不多 某幾個街市 如果在那裡 屬住下來的朋友 都知道 其中有一檔 正正在 一進門口 就有兩夫妻 專門賣那些 粉麵 豆腐 那些 我沒有記錯 就應該是 那 就 她兩夫妻 在那裡 都做了很久的時間 那 就 大概就知道 她的先生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身體問題 或者某些原因 是去世了的 都 去世了都不是很久 但是呢 在那裡 工作 旁邊那間店 那些街幫 還有 那些店主 如常在 未到入黑 未到黃昏 在那些時間 如果那個 她的先生 是未去完 都是那些時間 她會很準時 搭的士 回來開店 那 就 其實已經有很多 街坊 很多 店主 在那些時段 日光日白 見到她的先生 都是穿著 背心 穿著條短褲 跟她 在生的時候 exactly 一模一樣 那她的動作 日日如是 都是 這樣 就是當見到她的人 很多人都見到她的 那當然 未至於是日日 那 她都出現的 次數都是多的 那 大家都見到她 每一次 大家 就是 聽見的時候 說完的事情 exactly 都是一樣 她的先生 還好像在人間那樣 每一天都 去回到這間店 去找她的太太 應該就是這樣 就是 都 挺感人的 這也是 其中一個師姐 和我分享的故事 這件事 就是發生在一個女生身上 她是晚上回夜場 陪喝的 那 她就告訴我們 就是 夜場裏面 有個經理 她就 沒有工作幾天 那 公司就 打樓找她 那 好吧 其中一天 公司另外的經理 就知道她住在哪 因為她一個男人 是單身 住的 那 好吧 上到她家 拍門 就沒有反應 打電話 聽到電話聲 是在屋裏面的 那 就好了 那 他們站了一陣 不對勞 有一陣臭味 知道是不好的事情 那 立即報警 好了 那 那些 警察 爆門進去 那 就 看到 那個經理 是 沖完糧 沖著糧 暴斃的 聽到 就說 可能是 喝多了 那 就 晚上洗澡 那 就 失救致死的 那 好吧 如是 那 那 那 公司 就是他們公司那些人 就幫她 搞生後事 好啦 生後事 之後 那就 個個去完殯儀館 就回去 夜總會做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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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朋友說他在其中一間房間在玩、喝酒等 然後誰不知坐了一會兒 眼尾就看見那個經理就坐在房間裡面 目口目面只是看著電視機 沒有表情、沒有動作、沒有性 就這樣坐在房間裡面 在房間的一角 其實房間不是很大的 可以坐到幾個人差不多 那些客人又看不到 那個女生眼尾就看見他了 他就很害怕了死火怎麼辦 走又不是不走又不是 他就說 最後他都借尿頓 就說要去洗手間 就走出房間了 他個人是怕到震了 他說 做什麼事 他在殯儀館跟了公司 就是這樣 接著就定了神 再看一看門 看看那個靈魂 就是那個經理還在哪裡 他說幸好 接著那個經理不見了 這個就是這個女生朋友的一個經歷 這個經理就是我朋友 他剛剛租房子 尖沙罪區 他一進房子 他都覺得很貴 他說這個房子很有趣 一樓就走在他樓上 他有個平台 外面都可以笑東西吃 但是都沒有笑過的 他說這間房子分了三間房子 其中一天門頭 左手邊第一間房子 他都說鬼鬼地好像陰陰 就是很暗 就是開了燈都覺得很暗的 那就不要理他 那他就 那個地產經紀帶他去看 他都看 咦 他問那個地產經紀 他說為什麼 咦 有個畫像 那個畫像 就是中葵的畫像 那個地產老說 上一手可能拜神掛 他留下的 那你不喜歡就扔掉他 沒所謂的 那好吧 我朋友都 見他的房子這麼大 又不是說貴 那好吧 租了來住 那暗的房子就給工人姐姐住 那他有一張床 那我就 好啦 那他租了之後 我就有上去看的 那他朋友呢 又都是約了個師傅上去看 那那個師傅一上去 因為我本身呢 我自己呢 都感覺到東西 有時候都會看到 那好吧 一進去屋裡面 就 我一感覺到 已經是知道 左手面 那間房是有問題的 那他 我的朋友 那我就免得走到他 那好吧 那我就感覺到 那我 即 我都看到那張床 那他本身有張床 有張床褥 那後面是窗 那張床褥 那張床褥我都看到 有少少血跡 類似這樣的 那樣的物體 那那個師傅都說 嗯 即 都是 不在那間房子 那麽跟他說 那好吧 我都感覺到的了 那 都 幾麻煩的 我都覺得 那好 遇事者 那我 那個師傅上去看完屋之後 那好吧 我們就去 餐廳吃東西了 那朋友就問 那間房子 那間房子 那些東西怎麼擺 那些東西 那樣 那好吧 那師傅告訴他 那間房子 應該有個靈體在那裡 就是那間房子 就是第一間房子 那是的 我感覺到那間房子 都是覺得 很慘 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感覺 是有個靈體在那裡 那好吧 那師傅都說 是有個靈體在那裡 那就看一下 幫他 看一下 正飯 即可能做些法師 看一下 可以不可以 那好吧 那 那 我朋友 都很相信這件事 那好吧 搬進去 那張床褥當然是 都扔了 那張床就沒有扔 那就 換過一張新的床褥 給工人姐姐睡了 那間房 那 如是者有一天 那個工人姐姐 就 很害怕 那就跟她說 說 見到 有東西走過 那 還有 因為 有靈體騷擾她 很害怕 就是 好像發了癮 那樣 那 工人姐姐一直害怕 一直害怕 她說 不知道怎麼辦 好 那好吧 那我朋友就 叫她不要睡過一間房 那 搬了她去睡另一間房 那 那 那我朋友其實都 我都覺得她蠻大膽的 她都不是很害怕 那 她其實都本身自己都有宗教信仰 都有 拜 泰國神 那些 那 可能她所有都沒有那麼害怕 那工人姐姐 就覺得很害怕很害怕很害怕 那當然是 搬了 就是 都喊了 好像 喊了整個年都 才搬的了 都 那搬完了 工人姐姐都說 是的 那間房子那裡都 很害怕的 有時候都不敢一個人 那 他們都有養狗的 那狗都 經常都廢的 那 那 搬來了 我都覺得是 本身那個中葵象 其實都可能是 用來鎮壓那個 冤魂的 是的 我感覺到 應該是一個 女的靈體來的 師父都覺得是 那 跟著 搬完之後 姐姐就說 幸好搬得快 都喊了很久了 姐姐害怕了很久了 那工人姐姐 現在搬了身後 幸好沒事了 這樣 這個是一個 是 朋友的經歷 這件事呢 就發生在我 大約一二年級的時候 那時候還是住在 葵方的安置區的 那安置區裡面 那 經常性都很多 那些流浪貓 或者有些人養了那些貓 那 那 安置區 他很有趣的 那 如果是 計算 如果你家屋裡面 因為全部都是木屋來的 那 屋裡面 你那個 天花板 是通的 通了 你一行那些 那些 所以那些貓 在上高走過 都可以去到 如果你家裡 有開過 弄角仔 弄了個天窗 那些貓 那些 都可以在上高都可以看到 其實是很暗的 那些地方是 那 那 有一天 我旁邊的屋 就告訴我 他們 天花板 那 經常發出些 喵喵喵聲 叫我們看看 我們那個 國仔可以上去的 那 看到真的有一頭貓 在那裡 有一頭貓仔 那 那 好了 那 抓了 抓了 我想應該有四五隻 左右 那 我就 要了一隻 自己養 那 其餘就 朋友養 那 好了 在家裡養 那 都是放養的 他經常到處走 那 其中有一天 有一天 是 放學回來 就找不到隻貓 那 到處找 那 一打開門 就是街 那 安置區那些地方 那 好了 到處找 那 其中有一個同學仔 那 就告訴我 看到那隻貓 就去了 過幾條巷 它可以屬於叫做 那 是 我另外一個同學仔 的媽媽家 那 然後 她說 告訴我 我同學仔的媽媽 就找燒烤叉 就叉死了那隻貓 那 就扔了大垃圾桶 那 我很急地跑去 去看 那 在那個垃圾桶那裡 終於 真的發現了 那隻貓 就死了 那 很傷心 那 都有去的 那 沒辦法了 小時候 那 好了 接著過了 我想是 一個月都沒有 接著就 同學仔 就告訴我 那 她媽媽過了生 就是 就是 叉死了我隻貓那個 那 就過了生 那 原因 就 我不清楚了 但是 聽回隔壁論社說 就說 她經常吃肥豬油 吃得多 就吃死了 那我不清楚 那 那好吧 那 那 預視者 過了 差不多一個禮拜左右 那 那 我媽媽告訴我 那 我媽媽 經常去打牌 她 旁邊 不同 不同顏色區 因為 安市區分了 紅黃綠 那 我們住黃色區 媽媽就去了綠色區 那 打牌 那 打得很晚 半夜回來 就 這樣 經過大垃圾站 就告訴我們 第二天 告訴我們 哇 這麼有趣 為什麼 你同學的媽媽 半夜 三間 她站在垃圾桶 旁邊 倒垃圾 即 動作是站在那裡 不動 接著 我媽媽叫過去 離遠地叫過去 打招呼 誰都知道 沒有反應 接著媽媽跟我說 就是說 你同學的媽媽這麼有趣 叫都不理睬 接著我們跟媽媽說 我說 媽媽 同學的媽媽 在一個禮拜前 過了生了 我們都 學了意 接著 後來才知道我媽媽 原來是有陰陽眼 可以看到那些靈體 那 我媽說 難怪她叫都沒有反應 這樣 這樣 是 這個是 發生在我媽媽 和我們的經歷裡面 更多靈異故事 敬請關注 Youtube平台 發明人間 也可以成為會員 支持平台 下次見 對 我們會不會 會不會 發生 睡覺 非常 有 發生 到 對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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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